队长 队长 但是从我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啥事 我想您请个短假回家一趟 你扯球蛋 就五一刚回去 怎么又想回去 那昨天吃的饭 今天还得再吃呢 我爸老毛病犯了 我得回去照顾一下 您说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 万一他有个钱 你别胡了 你半年老毛病 那一时半会死不了 队长 您这话怎么这么说呢 您说您作为一个老同志 还有没有点儿经济感情 您有事说吧 他嫁您批不批吧 这个 我确实不能理 您不批我也得做 你敢 你呀 把他看好了 我 我 全部不能理 我告邪了你 我还是毛主席的工工兵呢 队长 我去说说他啊 别生气 别生气 等等 我问你 你干吗这么着急回去啊 你爸真病了 这还有假 我还能骗你啊 电报呢 没电报你不能走 严格地说是加急电报 必须说明你父亲的病经危急 我说你是不是哥们儿啊 关键时候你捣什么乱啊 反正我要走你拦不住 那你试试 那就试试 你个俊律 师兄 又去破庙子了 你是担心夏小红啊 还是担心白哥啊 我谁都担心 你管着吗 那我 我那是想帮你呢 你想帮我啊 那我给你派个任务 啥任务 李建华想回城 队长没批 可他坚持非要回去 队长让我看着他 这种事我也不在行 要不你去吧 看着李建华 对啊 好啊 我保证他跑不了 真好看 怎么还买两个呀 万一有一个玩儿坏了呢 瞧瞧这个是什么 这么多呀 怎么看那么眼熟啊 这不是你床单吗 连我们宿舍的窗帘 都让我给剪了 你真行 这童死尿 必须得多背一点 那接好了 背多了也不如坏 都给你留着 小航 这也是给你的 大枣啊 瞧瞧 还不按呢 嗯 甜的 你可劲吃 小航 我这回回去 一定尽快回来 把我们的事落实好 回来我们就结婚 你现在这种情况 我爸我妈一定会同意的 占卜大便宜 也突然就多了一个孙子 他那老高兴啊 等回去 直接搬到我们家里去 搬到我那屋 把我们家房子大 粮食一厅的 我妈做菜好吃 生孩子 作业子 都在我们家里头 我妈一定会给你 照顾得好好的 杰华 你放心 我会对你妈好的 我也会对你好的 能把你娶回家 我怕得多幸福 让我听听有没有动静 哎呀 才三个月 还没整手没整脚啊 三个月怎么了 你那么大反应 他肯定有动静 我听听 哎呀 讨厌 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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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芳来了 建华 快出来 崔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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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干嘛呀 你到这儿干嘛 看 看什么呢 看 你问我呢 我还问你呢 哎 石英说了让我看着你 嗯 这夏晓芳不是得了传染病吗 你刚才怎么从里面出来的 我从里面出来怎么了 革命同志有病了 需要照顾 需要关心 明白吗 你不是怕死吗 怕死离这儿远点 别染一身病 我走了 哎 你给我 哎哎哎 哎哎 你不是看着我吗 看着我 你还在这儿傻愣着干嘛 走啊 走啊 谁让你看着我的 不是吃鹰吗 快走了 很专 做四 is 对 我 听说 什么 hanno 你 愿者 去 乱 连 愿者 geven 乱 你 你干嘛去 你有毛给吻你 你干嘛去 我上厕所去 我也去 我又不想去吗 那我也不去 你干嘛去 管的头吗 我给咱们跟他们送水去 管的还挺多 我也去 我给咱们 你来了 快点 过来 来 你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来啦 交给我的 好嘞 怎么了 怎么了 点滑 滑了一下 我看看 我看看 有点肿 好像有点肿 你看 这么严重啊 有点肿 那 那你肯定是挑不了水了 都怪我 怎么这么不小心的我 崔放 崔放 你看建华脚崴了 挑不了水了 脚崴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崔放 大家都是知青 你看你就帮不忙呗 白哥 别求的 我轻伤不驾火线 我就算瘸了一条腿 这缸里的水也是我自己 一人充满的 用着它 别这样 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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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走到了这里 所以夏小洪的事 就是我的事 交给我 看着了吗 我连饼根都不用 我连饼根都不用 你得帮我盯着点李建华 不能让他跑 你看他脚要摆成那样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行了行了 你赶紧去吧 我帮你看着他 怎么躲成这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